价值资讯,周周推荐 今天分享一位网友的一篇博文 因为没有外人,冠冕堂皇的话就不讲了今天我说几句大实话 希望大家不要记录,不要外传,就说说疫情的事吧 疫情三年,美国给本国百姓发钱 日本给本国百姓发钱 澳洲给本国百姓发钱 欧盟给本国百姓发钱等等 咱中国不搞资本主义那套 我们要有国际主义精神,正本国人的 给外国人花,不要都不行 我们给全世界发钱,给俄国发,给古巴发 给委内瑞拉发,给刚果发,给非洲的朋友发 至于自己国家的老百姓那就算了吧 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要勒紧裤腰带建航母,建核潜艇 要南海造岛,要搞军事演习给国人表演 要搞一带一路,要建中欧高铁 要建方舱,建火葬场,要养军队警察 城管,保安,要维稳,要解放 要养全球最多的贪官公务员 要养二奶,养在美国的子女 养无良专家和院士 养歌星影星戏子等等 至于老百姓嘛,大家都是家里人 发钱多见外呀 就不要斤斤计较那么多了 虽然世界上197个国家 已经有191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我们就是剩下的六个其中之一 那也没有什么丢人现眼的 反正他们也不抗议,不悠行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个个都是大富豪,没有不听话的 再加上我这张大脸皮也确实有点厚 根本没什么感觉 上不起学就别上了 反正大学毕业了你也没什么好工作 等着你的九万硕士 研究生不是都在送外卖吗 看不起病就量力而行吧 反正去年我们全国已经新建了 400多座活葬场 能保证死多少,烧多少 绝对不会羁押尸体的 保证服务一流 养老问题就更好办了 三针疫苗已经给大家注射进体内了 他们还认为他们能活到老吗 也不仔细想想 上不起学不管你 看不起病不管你 住不起房不管你 养不起老不管你 为什么打疫苗就管你呢 还要补贴你好几千块钱 是你傻还是我傻呀 反正我没有强制你打 自愿接种书上都有你们的签字 打官子也是你输 别跟我说下面人强制你 我不知道 我们的政策直都是应接进阶 知情自愿 让你抓不住我的任何把柄 现在科兴疫苗出事了核酸造假也暴露了 大家好像情绪有点不稳定 他们哪里知道这都是我家里人的公司呀 科兴不合格 国药能合格吗 只非能合格吗 他们也不想想 连一杯合格牛奶都生产不出来的国家 能生产出合格的疫苗吗 我就奇了怪了 这种没脑子的老百姓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都是垃圾人口 犹太人比尔盖茨说的对就应该统统消灭掉 再说了你们都退休了 光拿工资不创造价值 这赔钱的生意谁干呀 有句话叫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就是这种手段 明白了吧 心梗脑梗 白血病 糖尿病 癫痫 癌症 想怎么死自己选择吧 不过也不能白死 必须的把存的钱都花在医院里 最后花钱买目的 这是多高明的手段啊 环环相扣 步步为营 连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了吧 话都说明了 好像有点不好听是吧 哈哈 希望大家不信谣 不传谣 要听官方的报道 要多看新闻联播 要充满正能量 要发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前年咱们不是已经打赢脱贫攻坚战了吗 中国还有穷人吗 至于实现中国梦吗 大家要有信心 暗笑 早就告诉你们是梦了 你们还信 是不是傻呀 哈哈 至于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 这三句话要记牢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普通人都明白 越是缺什么 越是想什么 越是喊什么 难道众位不明白吗 调侃姐们 逗大家一乐星了 我最佩服最洗脑的两句话 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生还做中国人 编这句话的人 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 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我得好好查一查 不说了 太烧脑子了 最后 还得自豪地喊一声 厉害了 我的国 我亏心不亏心啊 以上就是这位网友的博文 写出了很多人的想法 但是问题来了 当年八个手握钢枪的日本兵 就能控制一个几万人口的 中国小县城 如今 清醒的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能够用常识 看问题的中国人 应该超过了 八比一万的比例吧 全中国各行各业 上到中央下到地方 应该到处都有 这些清醒的人吧 那为什么中国会被 中共这个外来的恶霸团伙 压榨到现在这种地步呢 我们之前的节目已经讲过多次 资本是强权统治百姓的手段 面对强权 清醒的人有三条路可以选择 今天再次阐述一下 其一 小饮于也 学习阿米诗人 尽快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亲朋好友 抱团组建微型社区 逃脱货币枷锁 生活资料基本自给自足 其二 中饮于是 挤进统治阶层的底层 当个假面奴才 保家保命 司机而动 其三 大饮于潮 拿出一套表面能为统治阶级服务 其实是为了天下苍生世界大同的方法论 极深统治阶级 做当代的邱楚基 刘伯温 诸葛亮 力争以小博大 造福一方 欢迎同道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 深入交流 我们需要你的资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